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推出大型投资法案 目标为加强美国在关键和先进技术研发领域的竞争力 以在全球层面与中国展开抗衡 这部法案目前已经获得了拜登政府的支持 不过多位共和党人对此保持了保留的态度 有关详情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掌握 一华 好的评章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这个星期二是宣布了一项大型的投资法案 名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 那么这项法案的内容相当的庞大 而且繁琐 高达将近3000页的这个法案的内容 是包含了许多目前在众议院当中涉及中国的这个法案 其中包括了这个众议院民主党人所推出来的这个英法 那我们知道英法主要的目的是侧重在美国的外交领域 那么这个2022美国竞争法则是一个更加全方位的这个内容 那么当中最值得看这个最主要的看点之一呢 就是有关于在美国技术 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的这个投资和研发 这个法案呢将会为这样的领域的这个计划来进行这个投资 那么佩洛西呢是在这个星期二发表这项推出这项法案的同时呢 称这项法案呢是美国国会一项大胆的立法措施 将为美国未来在几十年在这个全球领域呢 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抗衡当中来注入资源 那么这个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项法案当中呢 将最主要受到这个注目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半导体领域的投资 那么法案呢将会为这个半导体这个相关的 将会成立一个芯片基金 那么同时呢这个为这个有关的这个领域呢 提供52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 来鼓励私人企业投资半导体以及芯片的制造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将授权450亿美元 用于这个改善美国的供应链 那么另外呢还有30亿美元将会用在这个 美国的太阳能产业的制造方面 那么在其他外交领域呢 这个与这个法案当中也谈到了 与台湾的关系 那么主要的内容都是希望加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合作 那么在人权方面呢 这个法案也涉及到了有关于这个 新疆维吾尔的人权问题 那么法案将会这个施加更多的制裁 来反制中国在新疆的这个人权侵犯的问题 同时呢也将会希望能够为这个 目前在美国的香港人呢 能够提供一个暂缓遣返的这个动作 除此之外呢 也希望能够为这个香港的这个 逃到美国来的这个香港人呢 能够提供他们一些难民的保护措施 那么这项法案呢 目前呢是涉及了多个委员会 不过在众议院方面呢 民主党领袖都纷纷地表示 这项法案如果能够获得通过的话 将是美国在这个各个领域的一个 历史性的这个创举评章 是 那么民主党对这部法案表示支持 共和党是怎么看待的呢 这个法案有没有可能能够顺利地通过众议院 是 这也是目前各界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知道这个在全球领域与中国展开抗衡和这个竞争 这样的概念在国会这个分裂的国会当中 可以说是两党共事最高的议题之一 不过呢这个法案在民主党人推出之后呢 目前是受到了共和党的批评 那么这个主要的这个理由呢 这个共和党人所提出来的这个说法 是认为说这项法案不管是从 在草拟或者是讨论甚至到最后出台的阶段 都没有与共和党人来进行协商和沟通 因此呢整个法案的内容 完全是由民主党人来一手这个制作的 那么共和党人因此对于这项这个法案的推出 是相当不满的 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 麦考尔众议员呢 他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呢 是接连的这个对于这项法案推出 来发出了推文 那么他是谴责说这个佩洛西的做法 以及民主党人的做法 是选择在一个能够与在两党合作的 这个环境和议题上面 选择具有 采取选择 选择采取了一种这个具有党派色彩的 这种做法 来推进他们的法案 因此呢他是对此是相当不满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他也提到说这个美国的英法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这个有关于这个提升美国在外交这个领域的 这种全球领导力的这项法案呢 也是由民主党人一手来这个主导 因此呢 他这个也再次提到说 这个民主党人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进法案 他是相当的感到遗憾 那么除此之外呢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个共和党领袖 班克斯众议员呢 他在星期四稍早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 谴责这项法案 那么他是直接对这项法案是批评 说这项法案呢 是这个大撒币的一种做法 那么他称呢 这个法案最后的受益人将会是在中国的这个竞争者 因此呢 他也认为这项法案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他不会去支持这项法案的 那么这即使没有共和党人的支持 我们知道在众议院当中 目前呢 这个多数党的地位是由民主党人来控制 民主党一共有222席 共和党只有212席 因此如果这个法案送到了众议院的院会 光靠民主党人担一个党的这个力量呢 也是能够通过这项法案的 因此呢 现在也有多位的民主党议员呢 是联名发表了一份这个 致函这个佩洛西 以及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来希望他们能够在下个星期 当国会返回华盛顿之后 立刻将这项法案送到院会来进行表决和投票 表决以及讨论 评章 是 一华我们知道参议院啊 在去年也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 叫做创新和竞争法 那么国会的参众两月接下来会如何来推进这两部法案呢 是 我们知道在参议院方面 其实在去年呢 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叫做美国的这个创新与竞争法案 当中呢 其实也是大力的投资在这个技术领域 以及半导体领域的这个和研发 那么这项法案和现在众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的内容呢 有许多这个类似和这个重叠的地方 那么其中包括了520亿美元用于芯片投资 以及450亿美元用在这个改善供应链方面 其实都是一致的 不过当中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差异 是这个这个众议院版本当中没有的 在参议院版本的这个投资法案当中 有一个高达1900亿的这个研发的项目 那么是用于这个关键以及基础建设的这种关键和技术 关键的一些这个领域的这个投资和研发 不过这项这个1900亿的这个资金呢 是在众议院版本当中没有出现的 因此呢这项法案在即使通过了众议院之后呢 在最后的协调版当中 是否能够出现这项这个投资项目 或者是这个1900亿的数字 是否会出现调整 也都是各界所在观望的 那么这个参议院方面呢 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呢他已经在这个星期稍早 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 表示说在众议院推出这项法案之后 它是乐见其成的 那么只要在众议院方面 能够尽快的通过法案 它将会能够在下一步呢 来让两院的这个版本进行协商 那么两院的版本一致之后呢 才会正式的这个通过国会 来送到白宫评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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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